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原标题,胡尊远,六星上将,洪学志的长征故事,安徽省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侧原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原地,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县,全国第二大将军县。 是红四方面军的主要诞生地、厄与晚革命根据地的核心区、八月桂花遍地开的创作地、六星上将红学制的除生地、在革命战争年代、该线先后有十万多英雄儿女参军征战、绝大部分血洒疆场、为国捐虚、解放后、被追认为革命的劣势、就有一万一千多人、这些还只是有名有姓的劣势、另外尚有九万多无名劣势、 所以今年4月24日,习总书记视察该现实深情感慨地说,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泼热土、一泼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大无类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标柄史册的功勋、金寨的红色历史远远流长、红色文化丰富多彩、红色资源积淀厚重、红色基因灿烂辉煌、金寨县党史限制当局、 作为全线档案业务的主管部门、其所属的金寨县档案馆收集珍藏有大量的革命文物珍品、进入库房大门、掀开档案卷宗、 我们可以迅速地翻阅到两英上将也称六星上将红学智丰富多彩的档案资料,比如,他的两寿军协命令、军官证、委任令、任命通知书、以及使用过的望远镜、脚获得步枪、等等。 红学智1913年2月2日到2006年11月20日,安徽省金寨县双和镇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 原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原部长兼政治委员、1955年和1988年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被人称之位六星上将、红学智1928年冬、参加中共地下农民武装联装队、1929年3月、参加赤城游击队、后参加商南起义、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并于12月随时呈现游击队编入红义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学智同志在厄玉晚革命根据地红义军、红四军任班长、排长、连长、政治指导员、支部书记、参加了创建厄玉晚革命根据地和第一、二、三、四次反围角斗争、以及黄安、商皇、苏家部、黄光战役、他作战勇敢、指挥果断、 多次出色完成作战任务、所领导的党支部、被评为红四方面军三个模范支部之一、1932年参加了红四方面军西征、任营政委、团政治出主任、 先后参加了早阳、新吉、漫川关、王曲、紫武镇、仿黄镇等战役战斗、在川陕革命根据地任时政治部主任、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粉碎四川军阀三路围攻、六路围攻的斗争和阴南、迎取、宣达三次进攻战、一、为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他率部参加并参与指挥了空山坝、三江坝、旺苍坝、和万元保卫战等重大战役、他创造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成效显著、受到方面军领导的表扬、 1935年3月、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他率部参加强渡嘉陵江、图门、包座、随崇丹茂、天鲁明雅穷大等战役、并不择方面军的后方收容和筹措粮草等工作、他正确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对少数民族投人、积极开展统战工作、获得了少数民族兄弟的支持、解决了红军的粮草供应、 扩大了红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1935年7月、奉命接应中央红军、组织筹挠了大批军需物资、受到刘少奇同志的赞扬、1936年10月进入红军大学学习、 一、接应中央红军做贡献、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开始了艰苦的长征、 5月、向川西北进军、准备与转移中的中央红军会和、红学之率红四军政治部、红十二师留在后方侧委、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进到黑水、卢花后、红四方面军总部、 把四方面军的部分医院、后方伤病员、都交由红学之管理、另外还有一个补充师、都是由俘虏兵组成的、主要任务是台单价、转运商员、红四军政治部、本来就缺盐少粮、筹集粮食又很困难、加上还要照顾大批伤病员、困难可想而知、急攻债是少数民族地区、红四军进入后、在思想上、物资上都缺乏准备、 对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了解、语言又不通、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少数民族投人都有武装、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泄斗、而且对少数民族统治很严、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红军做群众工作很困难、红三十军走在前面、反动投人每天派人到处袭击红军、他们打的是麻雀战、 在山林、峡谷、河边藏着、冷不防的就给你一枪、红军战士不死也伤、红三十军经过时、打了他们、俘虏了一些人、交给红四军、红学智想了很多办法、经教育后放了回去、但仍无济于事、 1935年7月、红四军政治部在黑水、卢花、接到四方面军指示、中央纵队要经过黑水、卢花、要红学智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接到通知后、红学智在全军做了动员、强调困难再大、也要保证中央红军的粮草供应、 而后、立即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机关和直属队、连夜出发、翻山越建、打开了几个反动投人的寨子、筹集到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中央纵队先遣队到了黑水、卢花、给红四军政治部来信、让他们将筹到的牛羊、粮食、送到红三军团转交、中央纵队到达黑水、卢花后、又让红学智把筹错到的牛、羊、 粮食、直接送到中央纵队、红学智前后供送去四批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并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红军商并圆的转送和安置的工作任务、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卢花时、红学智第一次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草供应的刘少奇、刘少奇身材修长、态度和蔼可亲、见到红学智很高兴、他紧紧地握着红学智的手说、红主任、 谢谢你了、也谢谢红四军对中央纵队的大力支持、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二、官兵秦义圣兄弟长征途中、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红学智、率红四军政治部在从黑水、卢花像般又前进的路上、要经过数百里茫茫无际的草地、这里、苗无人烟、沼泽遍布、气候异常、红学智不但要负责伤病原的转移运输、还得盘算怎么弄到粮食、 保证的部队不饿肚子、红军翻过马石坡最后一座大山时、先头部队已经走过、山坡上可吃的山野菜野果都找不到了、还要走一两天的草地、弄不到粮食、红军就在山坡草地里采蘑菇、八野菜冲击、还不得不杀掉心爱的战马、 有时还把皮带、皮马鞍煮着吃、政治部带着伤病原、又没有部队掩护、危险很大、红学智不得不率政治部又返回黑水、卢花、虽然组织上给红学智配备了马、但他骑得很少、都是用来驼运伤病原、驼运粮食、八月底、折回黑水、卢花后、红学智中阴基劳成疾病倒了、他发着高烧、呼你不醒、眼看命在旦夕、 后来、部队找到了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中医、把他从离部队六、七十里路远的地方请来、红军战士围着老中医、你一言我一语、恳求老中医赶紧救治红学智、我们离不开他、红四军离不开他呀、老中医说、你们不用慌、红主任患的是伤寒病、我开个方子、你们只要能搞到我这几味药、吃下去、保证药到病除、 红军战士立即按照老中医的方子满身遍业找药、终于将药配齐、老中医一看、这下红主任有志了、结果、吃了三次药后、真的逐渐痊愈、 在红学智生病期间、仅为排一个回民战士、兼手长病得厉害、哭着说、红主任都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就一枪把自己打死了、红学智清醒后、听了这件事、回想起长征路上这位小战士一路上跟着他、不知冒了多少险、吃了多少苦、不由地掉下了伤心的泪水、 1935年9月、张国道反对红军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红学智与军首长率红四军不畏艰辛、再过草地、10月、红四方面军发动随境重化丹巴、冒攻战役、强度大金川江、继而翻越中年积雪的嘉金山、又克天权、宝星、庐山、 第二次翻越嘉金山时、红学智做了充分的政治动员、他号召广大指战员要发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坚决翻过天险嘉金山、他要求全体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同事之间要团结友爱、一人有纳大家、邦、绝不能让一个伤病员留在山上、嘉金山上气温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或大雪、 或狂风、或冰雹、变化莫测、由于空气稀薄、再加上长途行军、人法马困、人走在山上、头晕脑胀、腰酸腿软、力不从心、稍有不慎就永远留在山上、为此、红学智组织了一个收容队、走在队伍后边、专门收容那些吊队的和动得不能走的战士、近五十、部队接近嘉金山主峰、一片冰雪世界、突然、乌云翻滚、 天暗下来、接着一阵大风雪席卷过来、有六个红军战士在风雪中倒下了、停止了呼吸、这些战士同大家一块与敌玉雪奋战、结下了身后的阶级友情、红学智不忍心把他们留在山上、就派人把他们抬下了山、下山后走了一程、 发现有个墨房、可避风寒、当晚、红军就住在那个墨房里休息、烧水煮青磕、把冻死的战士、也抬进屋里、后半夜、墨房内温度升高、一位战士发现一个冻死的战士动了一下、大家很惊讶、都不相信、说这个战士、你看花了眼吧、 不信你们看、真的是在动呢、红学智走近一看、可不是、呼吸很急促、是在动、红学智大声说道赶快抢救、当时没有医生、大家就用人工呼吸、还给那位战士灌姜汤、七手八脚、把他弄活了、有一个人活了、说明另外五个也有希望、大家就一个一个的抢救、结果就活了五个人、有一个年轻一点的没有救、过来、红军在冒工休整、 等四、五天以后、向道福西进、又翻越海拔五千多米的折多山、红学智这时有了经验、在山下、他让各部队夜里两点钟就起来吃饭、用大锅煮辣椒、牛汤、大家喝了、热热乎乎的上路、路上每人还带一瓶辣椒汤、爬到主峰时喝两口、增加一些热量、他还命令部队必须在上午十点钟以前通过主峰、因为到了十点钟后气候变, 变化快、容易有狂风大雪、部队带了很多防冻的东西、油盐、茶叶膏等,避免了很多不必要的检员,为此,上面军总部专门表扬了红学智。